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7月10日凌晨的桑普轮迹 大家记住, 星期五能够看我和杰斯做的新桑海神周 希望能够准时在中午左右的时间播出, 明天要和他录, 即是星期四要和他录 同时也希望大家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和利用Superfence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今天继续讲美国的政情, 迟连也会讲香港和中国的事 因为美国的政情, 我想大家从大家关注度可以看到, 是相当高的 既然是这样, 我也希望多点和大家分享有关的资料和评论 当然资料是不少的, 很多人说要直接评论 其实有些事可以直接评论, 我承认的, 有些事实说得太长了 但今次我就做了一些功课, 可以精简地将事实回股给大家 以及揭示一下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以及我重点讨论一个问题 美国是怎样看台湾, OK? 因为今天特朗普接受这个彭博商业周刊, 即是Bloomberg的访问 说到说是否台湾要交保护费给美国的问题 那我身处台湾又怎样看呢? 我们在最后一个部分先来说 我先说什么呢? 一些基本的, 就是这些24个钟发生的一些事 第一样东西, 如果大家关心辩论的话呢 当然要关心9月ABC这个电视台所举办的特朗普对拜登的辩论 希望拜登如果不退选的话呢, 或者继续选下去的话 就会是他继续要和特朗普辩论, 约定好的嘛 但有一个辩论更加值得看的, 就是两位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就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J.D. Vance 和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当然是Kamela Harris 现在就算先预计不换灯, 应该Kamela Harris的机会很大 那这个Vance和Harris的debate呢, 就会在CBS News这个电视台上举办的 时间在7月23号, 或者8月13号, 这个当然还要逗时间了 那无论723, 因为8月13, 我们都是非常期待 那么更加期待越早越好, 如果7月23号举办的话 即距离现在不够一个星期时间了, 大家可以看辩论了 即基本上数一数, 19, 20, 21, 22, 23, 哼, 5日时间就有辩论看了 你很开心呢, 要不然的话可以等多个月, 那就看下去了 这个《绝望者之歌》Hilberley, 即直译就是香巴佬的玩歌 Hilberley Ellergy的作者, 最近他的这个书和电影 即他不是他的电影, 是人家拍他, 他翻拍他, 他没他做的 的电影呢, 就重新爆红了 即很多的排行榜, 排上非常高的位置 令到这一位, 只得39岁的这一位年轻的作家 也都是现任Ohio的参议员呢, 是非常得利 也都看得到他由2022年到现在只做一年半时间 比较年轻, 新进, 当然他要更加懂得表现自己 这一点是很重要, 也都将他自己的一些心绩说出来 那么最近他接受访问呢, 重新一, 侵侵也不出手, 一出手一定是出必胜之路的 OK, 一定是赢, 就是劍也不拔出来, 一白劍一定见血, OK 第二样东西就是, 中国共产党, 就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OK 这一点就是需要调停, 调解俄乎战争, 将兵力和资源抽调回到东方 即是印太地区, 防倒中国的扩张, 这才是最重要 因为俄罗斯不是美国最大威胁, 中国才是美国最大威胁 这一点是清晰地点出来了 那么以前你看到呢, 历任的政府, 都未有那么清晰地说出来 反而GD events说出来, 而这个也是呢 特朗普觉得和他自己的想法一致的原因 第三, 反对大面积的轰炸造成的损害 如果对于坏蛋, 譬如当时候, 特朗普上台没多久 就是击杀伊斯兰国的这个少将领袖 就是当时叫做苏莱尔等等的领袖 当时就是苏莱万劳的主席 所以就基本上是用暗杀的方式来做 即是换言之, 习近平, 蔡奇, 听清楚了 他不会大面积轰炸你的, 诺莱万劳的 小心点, 今天你吸的那些氧气来呢 你躺在床旁边, 会不会有其他人在附近呢 就好像周星馳做韦小宝一样 床下的一大堆人, 不知道了 不是韦小宝, 九品芝麻官, 什么都好 这些全部都是搞笑的 这个就是Vance的想法 那么重点就是说呢 会不会再换灯呢 那么据说呢 这个有报道说呢 希拉莉, Hillary 不是希拉莉, 是说了 Nancy Pelosi 就是以前的民主党 在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那么Nancy Pelosi就认为呢 拜登必输 正私下运作换灯 但起码他优雅退场 认为他呢 不可以成为 剩下的唯一的遗产 就是摧毁民主党 所以他正同呢 民主党在众议院里面的领袖 是小数派的领袖 Hakim Jeffries 究竟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那么这个也是现在呢 就是他们讲的一个重点 但是讲完之后 是不是指问楼梯 要换呢 喂, 现在7月18日了 距离这个民主党的 党代表代表的时间 就是剩下一个月时间 剩下一个月时间 是不是换一次先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你换一次 金珠肥都衰退下来 那些选民是不是埋单呢 这个是大问题 以及国康民意调查看到呢 即使换了哈里斯去做 即使换了哈里斯去做 他和拜登基本上 和侵侵的相差的数字 是相所差无几的 那换来做什么呢 你把坏灯膽 A换做另一个坏灯膽 B都是没用的 有谁 难道你自己 Nancy Pelosi出来选 更加没有人不理睬你 在这里做王 自己做王都不行 你说奥巴马 Michelle Obama 喂 人家理你也多余 人家 人家深层政府的边缘人物 人家当然不会落水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想换灯机会 始终是没有的 好了 我们看到呢 即使是有那么多的风雨 美国自己有自己 运行的法则 美军驻日的战机升级 48艘F-35A 38艘F-15E-X 这是空军换的 海军的都不妨多样 换上F-35C的 那大家不懂军事不要紧 即是告诉大家 将所有最先进最尖弱的武器 部署在中国的周边 讲完 无论拜登做 无论是川普做 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变的是什么呢 是怎样使共产党加速灭亡这一点 可能会有分别 我稍后会讲到这一点 接下来再讲一下 我也知道 特朗普还有第三个对手 大家知道有个独立候选人 叫Robert F. Kennedy Jr 大家知道他的家族成员 长辈和John F. Kennedy 又是Robert F. Kennedy 都分别在63年和68年被遇食身亡 当然我们都要保护Robert F. Kennedy Jr 现在拜登的声联令下 对于这三位候选人 包括他自己 特朗普和Robert F. Kennedy Jr 都是加强安保的 所以应该是安全 奇怪的地方就是说 特朗普私下打电话 给Robert F. Kennedy Jr的对话 竟然Robert F. Kennedy Jr 那边的人 没有戏机 拍了 或者收音了 所有这些对话片段 这些极度不好 如果你故意这样做 当然是违反 你不能这样爆出 今时今日我都相信 可能是Robert F. Kennedy 过失所导致的 他都立即发了一个帖文 告诉大家 他非常非常遗憾 不好意思 觉得完全是自己的错误 导致这样的情况 这段对话里面 说了很多东西 譬如说 特朗普觉得 好像一只世界上最大的蚊 飞过他的耳边一样 导致他的耳朵 就是选了 大家知道很清楚了 就是这个是非常大命 他甚至说 他赞赏拜登 这个真心 如果你说 特朗普不是真心支持拜登 他说 拜登就慰问过我 他都行礼愿疑 他没这么说 那段说话的原文就是说 就是拜登是慰问他 他觉得他是一个 挺好的人 都挺关心我 还问我 为什么那个时候 懂得偏向右边 其实 为什么那个时候 故意偏向右边 这个应该是上帝的安排 我觉得是基本的 原则 但是他都赞赏拜登 是挺好的 关心自己 这个就好了 就是说有些东西 就是从理念上去论辩 这些东西 互相有尊重 就是挺好的 这个才是团结美国的精神 有人说78岁的老人家 没得变的了 特朗普有这样的性格 沙塵 你怎么可能他去 于其什么 你看看 他私底下 不预计了录音 但竟然被录了录音 这段说话 都说 拜登挺好 挺关心我 你这个service 也很真有 他真的这么说 有录音原文 另外就是说 他当然是反对疫苗 他觉得 对于小孩 小孩 一个两个月大的 你接种38种疫苗 这些38种疫苗 这些38种疫苗 打马的 就是对马射的疫苗 你寻给小孩 不要附作用先期 这个就是这个 这样说 接着被人视为反疫苗 他反对对小孩 打38种疫苗 不是反对世界上任何疫苗 反对所有的疫苗 没有这样的用法 所以左派媒体很奇怪 重点不是这些 重点是拉拢Robert F. Kennedy 能够退选 他说 喂 你想要些什么 我们可以谈 希望你能退选 盛全我 一对一 只抽他 呼吁你的支持者 支持我 意思是上 Robert F. Kennedy Junior 亦都在不同场合说过 如果拜登和川普两个之间选 他会选川普 所以这件事 他的退选 是会对川普有些微的帮助 这件事 头头布你 就一定会了 这些是政治交易 YES 这是公开透明的政治交易 OK 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另外有一点和大家说的就是 普京怎么看川普 有人问他 普京 你怎么看川普 普京就说 其实他任内 都没有对俄罗斯有好处 不过志在 我和他可以谈到谈 意思是说 他会觉得拜登更加谈不到谈 更加对俄罗斯没有好处 OK 言下之意 是否他等于知而亲心 他没有 不过我觉得两个不到我选 只不过是拜登更差 即言下之意是这样 那是否代表 又是Russia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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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 川普和普京勾结 我想就是此言差矣 OK 即是将一些人家对你的评价 视为人家对你的勾结 即是这些是左交的一种 左交逻辑 是没得言语的 另外就是说 中国现在将所有 侵侵被射杀 举起手的T恤 很多电商 出的T恤 全面落架 因为你再这样搞的话 就是亲美 那些亲美 就是等于反中 既有所 勾结外国势力 勾结兔赢 那么 除此之外 就大家知道 更加有新一轮的一些 一些枪杀的情况 这个枪杀是否做错了 还是怎样的 都要调查 但事源在7月16日 就是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 那在美国 大家知道在Wisconsin 美国 就召开RNC 就是Republican National Conference 那这段期间 那 嚴陣以待 那很多的警察 跨州的来到这个地方 譬如有一班 有五个 奥哈欧的 Columbus 来的警察 那他在巡逻期间 那因为 为什么他会来呢 他不是跨州执法 是因为真的要调派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手 在这个当地 OK 就是在这个 Wisconsin 乌哈欧的 于是会要跨州 调派人来 那来这个地方 執法 见到一个人拿着梁巴刀 然后 Fraise 那样 他转身 梁巴刀向着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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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那些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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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车 希望兇手先杀侵,再射死兇手,当然你可以做这样的阴谋论,我不会in这件事,除非有证据证明这件事 我会认为negligence,有时马后炮而已,你差几秒钟就是差几秒钟 你差几秒钟不击杀他,或者各种原因不击杀他,上级或指令,whatever 但今次来说,个个经攻资料,一见到一个red flag,拿着来买刀,就杀你 这个我觉得很多警员和执法者的自然反应,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大家要小心 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刺烈,示范地点在Kings Park,Milwaukee,也距离RNC的会场1.6公里 现在还要调查清楚真相,但无论如何,DHS国土安全部和FBI联邦调查局 已经发布了警告,很可能未来会一段时间针对不同候选人 包括特朗普和其他人,再展开吃过翻尘味的报复性 或者后续性的暴力行为,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另外CNN也有报道,伊朗方面可能是最后的主使者 就是这个Thomas Matthew Crookes,后面有伊朗的实力 伊朗当然严正否认,我都认为机会不大 CNN这些东西就等于,好像最近搞到香港记协主席 这个华尔加日报,华盛顿邮报的这个人 就炒了他,搞到他连记协主席不能做,因为他不是记者 所以这样搞法,摆明是政治打压 我就说,我再说多次,西方主流媒体 从华尔加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BBC 一直去到那些Time那些东西,其实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因素在一边 哪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扔刀出来要做这些东西的话 分分钟做到,所以我叫大家不要以为 只相信那些美联,路透,什么发生,或者三大新闻社 再加上这些阻交报纸,我只是告诉大家 不要相信他们,我不可以说他们所有都是错 但说到一些关键时候起作用,往往都是中国共产党后面发工的 我不是说他们记者全部都是垃圾,他们都是很好的记者 但我只是说,不可以轻视这些后面的实力的重要性 香港记协事件,今天发生的事件,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同时大家也要注意这一点,大家要保重 除此之外,有一些东西,比如Boris Johnson,英国也很出名 前几年做过首相的约翰逊 就是去到美国和特朗普见面 他确认一点,就是特朗普是会对乌克兰有强力支持捍卫民主的价值观的 这是他没有任何的疑问的 当然,特朗普是转死性,要继续打河河河战争 不要这样想着 这句话是很普通的,很简单的 特朗普会对乌克兰强力支持海外民主价值 是怎样支持,是什么前提支持 支持到哪个位,支持到哪个时间 但是没有讲到,所以我想这件事就是 就算你问我,我要做美国总统 我都不会说,我今天放弃乌克兰,挺台湾 我不会这么说,哪里这么黑与白的区分 我就说,乌克兰的场是一场有限度的战争 这场战争要打到哪个时候呢 最重要是要调停俄乌之间 究竟俄乌之间有什么方案 有什么plan A,plan B,plan C 是韩志模式,越志模式,还是鸦片战争模式 韩志模式就是说,不承认对方的政权 不承认,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 就是停战,而没有签署任何的和平条约 这个叫做韩志模式 越志模式,就是全切,然后让利 鸦片战争模式,就无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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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丁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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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乌克兰有强力支持就是停战减少人育的进入绞育机里面 很多人就说打打打继续打下去的 我想请问大家了 呼吁说一定要抗战到底不破俄老势不还 一定要支持乌克兰的 第一你怎么不呼吁美国将乌克兰加入北约 和将美国派兵在那个地方里 派兵那美国人会支持吗 我是美国人我都不会支持这件事了 这个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无关 台湾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台湾是 为什么 晶片 美国日本 和美日的安保条约 美韩安保条约 韩国日本没有了台湾 基本上整个台湾下变成了中国的内海 资源能源全部断纳 怎么办 整个太平洋养了给你 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 而乌克兰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否则已经将北韩加入北洋 而乌克兰 贪污腐化舞弊的情况 远远超过台湾 它不是真的民主的国家 而是半民主的国家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争 基本上被人欺负 欺负的时候 外于北洋在后方 它不想再俄罗斯东阔 我需要顶住 所以这种情况已经顶了很多年了 两年时间了 超过两年 两年半来 一天有人伤亡 越打越劲 支持要打下去的那些 你去打吧 你去战场打吧 你不要剥花生 打打打 这些是毫无道德的表现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认为这场场应该停止 也将它应该要有地缘政治利益 对付中国 这是重要的 另外特朗普的机密文件案 被驳回 马拉拉古那件案件 当然被驳回 他都未审 未审 也不审 为什么呢 特检任命不合法 这就是一个程序理由 Due process of law 又再次在美国将演出 你这个特殊检察部门的任命不合法 整宗案件就close了 所以我不是四大刑事案件 第一宗是Stormy Daniels 判了有罪 现在说9月判刑 都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 然后有这个总统豁免权的问题 就是有川普律师这样说 第二宗就是关于这个马拉拉古的案件 这宗案件已经结束了 另外Georgia那宗点票案 就是所谓的recount 也就是说不承认选的结果案件 还有2020年的1月5日 即1月初 国会山庄案的案件 这两单都涉及到总统刑事顾面权 虽然订回到下级法院重审 但我想他回案的机会已经不大 所以我想就是 侵侵后面三宗案 基本上都是结束 或者变相结束了 剩下那宗是Stormy Daniels 而Stormy Daniels这宗案件 我相信就是可能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在这件事件来说 我会觉得就算有这样的定罪 有这样的量刑 即使他有量刑出来 即是要行两个认法出来 最后都会全案上诉 一上诉的时候 涉及到什么呢 就是究竟这个控方再不去 这个所谓的上诉 我想最后的机会都不大 那我想看下去 如果你政治上 侵侵能够选到成为总统 整件事呢 就基本上很难再发酵 我们希望两党在这件事上面 不要再做这样的事 大家放下这些矛盾 也希望呢 拜登有关的人 不要再将司法武器化 vaponize 这个judicial system 这个绝对不利的一件事 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涉及到 川普是否对于TikTok 放水的问题了 那么最近的消息就说呢 涉及到这个有1亿7千万人用的TikTok 那么大家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呢 那么川普就下达这个命令 就希望禁TikTok 禁WeChat的嘛 跟着给拜登翻案了嘛 就解除这些禁令 然后近日呢 就是众议院就要求禁止TikTok 拜登就签署这个法令 这个法令是9月通过 预计在明年1月19日呢 就是之前呢 要求字节跳动呢 就是TikTok的母公司 就是这个中资的公司呢 能够脱离 能够放弃呢 这个TikTok的股份 就是将它出售 或者将它放弃 那么当然 字节跳动已经说明 它不会放弃的了 有本事的盖斗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么 川普怎么看这个字节跳动呢 那么 或者怎么看TikTok的案件呢 那就是说呢 它一直在当时 在 在美国的众议院 表决这件案件 参议院表决这件案件 的时候 已经说明了 其实它觉得最大的威胁 不是TikTok 也都是涉及到FB IG 其实背后都是什么 背后都是这个Meta OK 那么你看到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问题 无论你看 IG WhatsApp 你看这个Facebook 就是这个Facebook 后面有一个科技的巨兽 社交媒体的巨灵 这个利维坦 就是这个 这个是Meta 就是朱克伯格 他觉得对付朱克伯格 是先于对付这个TikTok 这个就是朱克伯格的说法 这个就是朱克伯格的说法 你去这个地方 就说朱克伯格现在就 和他2020年的立场是相反 表面上是这样 他的原因就是 因为要竞争 competition 所以一定要维持了TikTok 在这个地方 因此就不会立即 将TikTok 挥出 朱克伯格从来没有说过 TikTok没有国安风险 朱克伯格从来没有说过 我说自制跳动控制TikTok 这件事 是应该继续存在的 但是在战略方面 究竟要是对付什么 而你对付了TikTok 你凭什么 再对付Facebook和Instagram 因为没有人再跟他争吶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怎样去做这件事呢 是不是先要反对中国 这个TikTok 先于这个Facebook或者Instagram 那我会觉得在这件事上面 就是需要有一些合纵连环 在里面 所以我就看下去 这件事是如何去犯效 那我呢 就对于川普的这种做法呢 我是持中立的态度 一切是乎 他整盘棋要如何捉 今天我不是一个死硬分子 明天就关停TikTok 那你关停TikTok 中国也可以开设其他的东西 比如小红书各方面的东西 重新来做个配置 一样可以做到的 即是 我有度高一尺 也都摸高一丈 你摸高一尺 也都度高一丈 一个一个这样做下去 那为什么玩得到 为什么去使到这些 最紧要使到 我觉得定立的一个规则 我会承认一下 如果从这个全盘棋的角度来说 要定定一个清晰的规则 尤其是如果共和党 能够掌控未来的参众两院 这个就是佩洛西最害怕的 佩洛西最害怕的 不是侵侵当选总统那么简单 是参众两院在拜登继续参选的情况之下 都失去民主党都失去了 今天大制 而他希望 侵侵希望 你用他做总统 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的时候 通过一些法律 这些法律 他以前讲过的 这个完全没有变过的 就是要求所有的社交媒体 必须要 你要是对所有的言论负责 你再去审查言论 审查言论 你就要对所有社交媒体上面的言论负责 他诽谤的 拉你朱黑白隔 你不审查言论 那你本身 你就是 不需要对那些人负责 至少你可以审查那些 譬如成年、色情 那些言论 但不可以做所谓 要将所有的Facebook、Instagram 变成了一个 就是叫做幼稚园的 大家一定不可以说粗口 不可以说死字 一说死字 压流量 一说清道东路 就压你流量 一说川普 当时就压你流量 这些东西 就是Facebook一直在做的东西 利用TikTok 这个竞争对手 指着Facebook 要他跟 然后定立一堆法例 要他遵守 Facebook、Instagram 肯低头 回过头来对付TikTok OK 这个我觉得可以做的 而我觉得这样做法 你可以将国内的大问题 案内 使用阳外 我觉得有这样的地方 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策略 是正确的 我不认为 而ChimChim是单纯放生TikTok的 是有先后次序缓急之别 希望大家明白 ChimChim最近得到很多人的捐款支持 包括在Silicon Valley 这些经常批评ChimChim的 一些新创公司 和一些投资基金 尤其是Palantir Technologies 帕兰提尔科技 红衫资本 这个疑似有中国资本的地方 德利尔 这个本身红衫资本 是不是已经和中国脱离呢 本身都有疑问 那无论如何 中国是不是真的支持ChimChim 当然不是 就是说给大家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红衫资本近几年 和在四年前很不同 所以我们都要拭目以待 它是不是真的已经脱得干净 Elon Musk 马斯克也都说明了 7月起每个月 将会捐助4500万美金 给ChimChim的竞选户口 所以ChimChim的 越来越多人支持他 越来Silicon Valley 开始和拜登 说拜拜 因为树倒胡宣散 另外ChimChim也都透过 Bloomberg彭博 是说清楚他允许联署局的主席 这个鲍尔 就是Jerome Powell 完成他的任期 鲍尔的任期 鲍尔的任期 主席是到2026年的5月 他的理事的任期 去到2028年的1月 他会说 基本上都会找到他 但有个如果的 千万不要留下一个如果 如果他做的是正确的话 他就会继续留任 其实说到尾 随时可以帮你走的 这个是总统的权力 亦都希望Bloomberg在11月前避免减息 那你要跟拜登 那你就跟随他 要有功减息的 我去 11月我做了总统 我叫你减息 我即选举成功了 1月20日做了总统 我要你减息 你就减息 你不减息 不解释你 就这么基本 另外他也漏了个风 内角有个财政部长的成员 不是找莱特希澤 也不是找以前那些人 而是用JP Morgan的CEO Jamie Diamond 来做财政部长的机会很大 是爷非爷到时再说 好了 专注说回对抗中国的问题 对抗中国的问题 最涉及到是关税 OK 川普再次重申 这点是重要的 他会对所有 是所有中国货 开征60-100%的关税 我再说一次 是对所有的中国货 开征60-100%的关税 换言之 人家问他不是60%那么多 他可能不止这个数 他是这么说的 OK 对于其他的国家 任何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一律 一律 开征10%的关税 为什么 你们一直买美国货那么少 那么 你们有些货来我们国家 那么大家不要买个 鼓励国内消费 去买回我们的美国货 OK 你如果你要买 即买ZARA ZARA 就是美国货 欧洲 你要ZARA 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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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V 这些欧洲的 你来美国 你来美国可以 那就10%的关税 我鼓励 那些Banana Republic 美国自己本土的品牌 他和你揮 全部10% 你们反正买美国货 那么我们美国人都不买你的货 这个就是他的做法 那么这个做法 对不对呢 大家可以评价 我会觉得这样 一个国家保障自己的产业 让他自己本身的跨国公司 将生产线留在美国 是他用生良苦的措施 当然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追求一个 没有关税的世界 是不是追求一个 没有配额的世界 没有贸易壁垒的世界 当然是WTO当时的想法 但是想回 这班共和党建制派 新自由主义的推手 去到今时今日 自由贸易重要 还是公平贸易重要呢 当你觉得公平贸易重要 就是说 你今天一大堆美国货 你英国你自己问自己 你法国自己问自己 你德国自己问自己 你日本自己问自己 各个国家 对于我美国货都征收过额的关税 我都会和你的LSA 我只要收回你这么低的关税 现在我由零增加到10% 益了你 你对我 比如美国的龙虾 美国生产的一些车 你征收的税都远远不知11% 你们欧洲那些国家 一个一个都行保护主义 接着你又习惯我 现在美国 反向略为保护一下 你就说我 没有这个东西 换言之 这是对等的 我甚至觉得 不要说 挖10% 我觉得 对于中国以外的民主国家 reciprocal 即是说 你征我这件事 那么多 我征你多少 对等征税 reciprocity fair ok 一方面 对等 二方面 促进关税减少 因为大家对等 大家都不要争了 不如大家减到零 最多要这样 这种东西 就看回 美国哪个经济强 在世界贸易地方竞争 不就会赢 台湾在自由贸易竞争 所以不就会赢 所以不就有晶片 这个就是台湾的niche ok 而对中国 我是非常支持 60-100%关税 or 对等征税 come on whichever is higher 我再说一次 对 美国对中国货的征税 是应该60-100% 或者 对等征税 你赠我这件货物多少 我就赠你那种货物多少 接着呢 以较高者为准 这个就是我的希望 那希望 特朗普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很fair ok 那换言之 那么这样 根据这个很多的分析师 说 谁 又是谁 中国的GDP 会减少2.5% 那这些财经人在这儿 忽客忽客的研究 我只是说 肯定中国经济成长会腰斩 现在 说的青年入安劳院 说的那些无人駕駛的一些所谓的的士 可以取代很多很多駕駛的士 和网约车的人 其实这些情况 你想做事就失业 不想做事就内卷躺平 任你 但是一旦这样做的时候 所有外卷停止了 而 我再说一次 而这件事 会包括香港在内 因为根据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 美国再不将香港视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 没有单独的待遇 香港制造的所有物品服务 照样收60-100%的关税 这个对香港是个blow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侵侵赢面极高 除非你阻止到他当选 他一旦当选 说到做到 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OK 台湾不挖过作来 那希望大家要明白 香港真的很辛苦 希望大家 在香港也要知道 这个就是今时不同往日 卷入中国这个统治之下 全面管治权之下 结果就是说 不是全面深化改革 是全面深化历史 垃圾时间 OK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 那 与之同时大家追忆回 当时2016年 2018年的6月 2018年的6月 即是在6年前的时间 川普率先 我当时在香港 正在做D100 评论这件事 也在做自由亚洲 评论这件事 当时川普征收 中国货500亿 中国货的关税 20% 当时 正在追忆 现在 60-100% 非常好 OK 他最近说 川普说这番说话 很有趣 这个不是贸易战 这个不是trade war 这个不是trade war 是我对中国做得很好 什么意思呢 trade war就是 我和你打架 打烂细架 我打你 你让我打 这个不是war 我是在打你 打你 这不是打架 是你让我打 打架 就是你和我一起格斗 这个打架 OK 这个不是trade war 这个我对你中国做得很好 OK 我都希望中国都做得很好 真的 我非常喜欢习主席 President Xi 他说President Xi Chairman Xi Whatever you say 我非常喜欢习主席 在我在任的时候 四十五任总统的时候 我们两个之间有非常好的关系 他是我的好朋友 说到这方面 肯定那帮左交媒体 明天后日大后日 整帮KOL 评论人又开始说 Hey Trump Trump又在这里 说习近平是好朋友 又说他喜欢 非常喜欢 肯定他是独裁者 和独裁者声声相识 我觉得这些左交是没有脑的 喂 大哥 我要去打一个我的仇家的时候 如果我真的要统裁他 我第一个都会说 哎呀 我对你做得很好 我都希望你对我做好些 真的 我非常喜欢你 以前的时候 我们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 希望有时我都继续跟你做好朋友 肯定说 难道跟他说 我打你的 要不然要他 要不动声息 拿把刀去插他的东西 统裁他 对不对 你又不是统裁他 中国是不是要被美国统裁 有时机问题 你要中国积极 六十至一百百百百分之关税 你会越整越沉 沉到某一年的时候 你不弄他就死了 你只是做好怨案他死的时候 你怎么搞他 这个就是习近平 李家超 习近平 蔡奇 这帮人最害怕的东西 他们最害怕就是亡党亡国 他们最害怕就是 骗着你的手捅你几多 你觉得不是吗 现在又传说 习近平不是中了风 马上风 中了风 老干 习近平耿失 看看他怎么样 又传说 他是一个 比肩邓小平的人 又一个卓越的改革家 这一件事的话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觉得 流料的机会很大 你看看三宗传媒之后 也都发表公布 也都不会公开 有什么会议的内容 但是肯定 你不可以单挑这句话 就说川普 是跟习近平亲近 是亲中 美中 这个讲法根本上是你白痴的 就是你看政治 如果看得这么白痴的话 那我想你都不需要看这个节目了 就可能看其他节目比较适合你一点 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 怎么看台湾 最后讲一下怎么看台湾这件事 台湾这件事呢 我想是这样看的 我讲一讲他讲什么 最近彭博商业周刊 近日在马拉雅 即海湖庄园独家专访 川普 在美东时间7月16号傍晚5点 刊登出来 其中问及川普总统 你会捍卫台湾对抗中国吗 即是叫做抗中保台吗 川普总统就回应说 他非常了解和尊敬台湾人民 第一句话 但台湾人确实 拿走了我们大约百分之百的晶片业务 台湾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 台湾应该给我们军费 OK 这个是基本的 报道提到 尽管目前美国两党都支持台湾 但川普在对抗中国侵略的态度上 不冷不熱 令川普辞疑的关键在经济议题 访问中直言 台湾由我们美国手上 夺走我们的晶片生意 川普说我的意思是 我们有多愚蠢 他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晶片业务 他们现在非常富有 他想要的是台湾向美国给军费 我认为我们和保单没什么不同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说你当我们是羊股 你当我们是保险佬 但是你不用付钱 我们为什么要做 你不用付钱的保险佬呢 就是我不需要你付钱的保险公司 报道又提到引起 川普辞议的另一点 他认为保卫地球另一端的小岛 是有实际困难的 他说台湾距离我们9500英里 距离中国68英里 中国地大密博 其实可以直接炮轮台湾 但现在他们不想这样做 因为不想失去所有这些晶片工厂 这些是习近平主席的掌上明珠 如果放弃对台湾的承诺 是否代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变呢 而川普说这番话 是否等于放弃对台湾的承诺呢 他说是否川普准备 要停止换作沃南 也放弃台湾呢 各位这就是现在 那些国民党蓝色的 红色的共产党媒体 不断吹去的一件事 我在这儿严正反驳 没有弃台论 他会停止 对沃南无条件的支持 无时限的支持 但是他对台湾 只有增加保障 而不会减少 那些说 桑普你凭什么这样做 看川普啊 好那和大家讲 川普说的东西 你不可以 take his words literally 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听他说的东西 你和他执着说 喂 我台湾哪里拿走你百分之百的晶片业务啊 哪里没有给过东西给你啊 你说这些东西是否太伤台湾人的心啊 台湾人哪里说是由美国手信 夺走了美国的晶片生意 晶片生意是你的吗 是我自己赢而已 台湾人 便宜 赢 勤力 你美国人 又要搞罢工 又贵 又不够勤力 救我们做得好吗 你知道最近有些人 我不讲这些人 不是很伤人心 就有些 我们同道的一些 评论人 是讲这些说法 杨杨杨杨写一大边闻 杨杨杨杨上了节目 就是骂美国 骂川普 说他不了解台湾 而那些不是蓝营的人 这些是非常台派的 支持台湾的人 都是这么说 一半这么说的又有 全面这么说的又有 我对他们的说法 觉得是非常糊涂的 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 你赚了钱 我一个帮都没有 我没有跟你说要税 我跟你说要军费而已 军费 什么军费 你不要做freerider 今天美国有量要做 更多的晶片厂可以美国生产 亚利桑那台积电投资的 或者是日本红本的投资的 也希望台湾台积电 和其他的公司 能够投资多些美国去生产晶片 我不是要赶着你台湾生产晶片 但给我一个美好的东西 这个第一点 这个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你想想 中间可以很多交易 谈判 可以做到两厘的 不要把所有的台湾晶片厂搬去美国 留下关键的地方 是台湾 也都留下多一些 在美国增加美国 就是机会满足美国人的情绪 和他们的国家利益 两蒙其利 第二 深深说台湾应该给我们军费 我觉得合理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台湾在2024年的国防预算 是6068亿台币 自己除港币 大概15亿港币左右 这个数字是占GDP的2.5% 这个拉牛上树很久才得到的结果 蔡英文其实长期 是将台湾的国防经费这么低的 2020年开始上升了 当时是1.8% 占GDP的1.8% 2021去到1.8% 2022是1.98% 2023才去到2.34% 那么今时今日去到2.5% 即是说2023、2024在美国的强势的脅迫底下 台湾才肯将国防经费增加到2.5% 而真的应该要做到的呢 根据美国当时一些官员说 希望做到3-3.5% 我认为呢 又不需要去到3.5% 但是比如说你美国现在的国防开支 占它美国本身是3.2% 大概台湾我做到3% 由2.5%去到3% 那么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厉害了 日本呢 今年的GDP的预算 今年国防预算是占GDP的1.6% 韩国呢 就比台湾多的 今年的国防预算是占GDP的2.7% 就是我们不看absolute value 因为每个国家的人口大小都不同 我们就看回国家的GDP的百分比 就相当重要了 使用者自费 你有钱就比较多一点 那么日本就是GDP的1.6% 韩国就是GDP的2.7% 台湾是2.5% 那么未来要不要增加呢 当然要增加的 那么很庆幸呢 最近这个台湾的行政院长 这个卓榮泰 你说台湾愿意配合 换言之现在的赖清德政府呢 是愿意配合这个军费的增加 做更多 我是非常乐 非常开心 喂 美国最担心是什么 你台湾一直做freeriders 那帮欧洲那帮契狄的西欧的契狄 一直做那些freeriders 北约美国给大头的钱 你们个个要打沃兰 那美国打了300billion 那你打的呢 就是100billion 我出事 我出鸡你出事 那个敌人就在你旁边 威胁不到美国的 你就要美国给这么多的钱 你们这么多国家 加上整个炸 都是出美国的三分一 有没有搞错 这个是美国顶不住的地方 你站在使用者付费的地方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做 别人有精良的武器帮你打仗 那别人协防你 不是take it for granted 台湾讲了很久这件事 接着说我们要自立自强 当然我们要自立自强 但自立自强 你的基础是由0 去到0.1 去到0.2 别人是90 100 我既希望给钱 而台湾是不是没有钱给到 大把钱可以给到 如果你由国防经费 由6000亿 当GDP会增长 现在是2.5% 你要提升到3%上下 当GDP不变 你都是加多1000亿而已 你给多1000亿台币 就是大概250亿港币上下 台湾的税收 远远都不止这个数 为什么不将这笔数 能够给美国 就是把预算 而预算 你当然要买很多美国的军火 这个其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多些 而台湾要求更多 战略清晰 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建交更多的军售 驻军 入联 You name it 大把东西可以玩 入联合国 大把东西可以玩 所以为什么不给钱呢 今时今日 如果台湾懂得思考这一点 第一 你摆脱free riders的名义 第二 你当时有一个trade 而这个trade 不止一个trade 还有价值 在下面value based 因为自由民主国家 才有这个trade 如果今时今日 这个是 这个是 台湾不是民主国家 是个专制独裁国家 那么没有这个trade 你不见得 特朗普会和金制做这个trade 不会 他会是另一种trade 就是民主对专制是另一种方法的 当你狗那样玩就行了 但是对于这个 民主的社会 就要做公平 色英豪中英豪不是说做trade 做trade 那就跟回我们的原则办事 你给钱 你出钱 我出力 这个就是 这么基本的trade 那你不是想美国出力 那你想美国出力 台湾又不肯出钱 有人说 我不出钱 你都要保护我的 因为你保护我 合乎你的利益 是不是呢 你说是嘛 这些讲法是多无耻 还有这些讲法 根本上是 完全是 欺负人 就是说 我是不给的 出去呀 那你有本事 不要保护我 台湾不是搞这些 台湾应该给自己的share 才能够使美台关系 是一个平等健康的情况之下去做 而台湾懂不懂得negotiate 谈判 令到使美国 接受到 喂 台湾都会 我就算玛丽武器 自己都会自主研发武器 改革自己的军制 自立自强 变成以色列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善的循环 这个就是我看回 美台关系最重要的发展 我都希望这件事 将来慢慢会 步入正轨 不会呢 就是 就像蔡英文的时候 跟着拜登政府 或者跟着 当时候第一任 川普政府的 意思去打 而不肯 去做出这件事 这个我讲了很久 我差不多是 几乎唯一一个 讲广东话的评论人里面 当然我不是唯一 是几乎 几乎唯一的一个 就是 是讲到 这一点给大家听 使用者付费 不要答辩赤 独立自主之余 用交易来谋取 美国的军事援助 这件事是重要的 我觉得这件事 如果你不做 做不到这点 你是不是台湾没有能力做 有能力做 那怎么论识这件事呢 几乎怕什么 蓝白垄断国会 没错了 蓝白以垄断国会 它分分钟 剪你国防预算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风险所在 看看我们怎么玩 当然政治就非常多的 不同的变化 所以我不是完全悲观的 前方有很多路 也都需要 大家知道我们要去 走下去 不容易 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我不悲观 我们希望台湾更加加油 香港现在要忍的了 就是问一 是60至100%军事 一定席卷香港的 揽炒的 就是说 这种情况之下 外资更加撤了香港 香港现在仅有些国际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生意大幅萎缩 动身 不再请人 甚至无裁员 撤资 很多的酒店 很多的公司的地方 慢慢一个个撤 这个地方我想 已经会形成另一种新的风暴 The song is coming 跟着呢 共产党更加对香港独立下独守 所以我说 留在香港的人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是结束的开始 中段都未到 所以我想大家在香港的人 我希望祝福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看到我这个节目 能够使大家知道究竟世界发生什么事 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